大家好,我是Rebecca 2011年朋友约我来华人会幕敬礼堂看看 其实这之前早在2003年我们一家就在福音教会接受了洗礼 多年来心里一直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应该去教会聚会 但始终是在唱诗聚会尽自己的义务 没有听见神对我说话 也没有看见神行什么大事 也不知道神摸着的经历是什么 忙忙碌碌的好生活 觉得有神保佑是个精神恩靠 我在糊涂中为自己找个靠神 神却在清晰中定义了救我 其实神一直都在对我说话 一直都在互换我 我虽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却还常常问牧师和林明高的弟兄姐妹 我怎么知道神是在对我说话呢 或许是心里怀着这样的疑问 我竟然一直没有停止聚会 记得有一次搬了家 心说离开远了 永远再去教会 谁知第二天就是这一夜 天下着兮兮兮兮兮的小雨 不知为什么心里很失误 想找个教会 于是拿起雨伞 漫无目标的走着走着 竟然看见了我 就在加拿大远的教会 一进去就是想要迟你 不过这十年中 我还是心心念念 想发展自己的事业 想挣到足够的钱 这同时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停止 在心里和神说话 有一年圣诞夜 我和先生特别想和神说话 我们就开车来到加南唐门口 当时冰冷的大门紧紧的关了 周围黑黑的没有一个人 也没有一点动静 我们俩在车上 我又吓了 就静静地做了个祷告 心里舒服了 便开车回家 多年来 一直试图听见神看着神 只是一直在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寻找神 没有安静在神的话语中 也没有明白神的自我启示 更没有明白神做事的法则 不知道自己是做个黑暗的吗 也看不见神光照我的时候 我会有黑暗 于是 这个就是对于神的荣耀 我就觉得非常费解 常常做一堆好事 然后说我是基督徒 来荣耀神 心里很高兴 其实是在享受自己的好人生 我那时 我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 自己就是自己的足 事情想好了就做 根本就没有想到要祷告 也没有凡事谢 就在这样的自我奋斗中 信靠着主 时常把自己理想的实现 就当成神的祝福 只要来自教会的事 就以为是来自神的 常常陷在猜测神的旨意中 其实说的好听是猜测 根本就是不顺服 我不愿意正视我的不顺服 神却在耐心中 一点点的教会我顺服 特别是 当他要我正视自己的黑暗时 我不但会本能地抵挡 还会用自己能够做出的光鲜亮丽 来掩盖自己的黑暗 当时我因某种原因 陷入自卑的时候 我反而会以一种 积极的自信的表现 来掩盖自己 其实神什么都知道 祂知道我的努力 掩盖的是内心得不到 满足的虚假表现 就在这个档口上 也就是十年前 我有机会来到了华人会的经历堂 随之对牧师的讲道 和阿童弟兄的读学 深深的震动心 这种震动和吸引 并不仅仅是对神真实的看见 更多的是在我心里深处的刺痛 变成话语的开启 记得很清楚 当时常常在我心里默念的一句话就是 我是来找神的 这里有神 其实今天我真的明白了 不是我来找神 是我的神一直在找人 从此神开了我的脸 接着牧师的一次次讲道 咱们学老师的深入浅出的圣经讲解 弟兄姊妹们 云乱无悔的服事和奉献 特别是年轻人 虽然我们里面不同 但他们默默的付出 摆上 他们对神的忠心 对人的爱 宽容和亮解 有时 甚至只是个淡淡的微笑 都浸润着我心身处 神种下的那颗种子 滋润着那种 这种发芽生长 那生长力 促使我 像海面吸水一样 也吸着神的话语 思考着 我的很多原有的认知 那话语中的力量 渐渐改变了我的心 以前 对别人软弱的动静 转成了 对自己身上 有看不看见 以前 对他人的不能容忍 渐渐转成了 看见神在我身上 忍耐宽容 而至于 吃了吗 在华人会面进一场 越来越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 我在这里 感受深深的背叛 也学习深深的爱人 原本以为圣经 是道徒公饭经 然而 我却被这生命的道 解禁 愿意靠着神 走出道貌黯然的灵坛 原来以为圣经 是一本 人类发展史 然而 我却被圣经中 更古不遍的呼召唤醒 靠着神的带领 和捷径 进入祂亲手 养给我的永生之路 原本以为教会 是个社交场所 是个地点 是个建筑 但华人会进一堂 在这里 我的心 受了真正的歌领 我的灵 在这里找到了神的同在 从此 欢喜快乐地 开始真正的 发自内心地 对神的歌唱和赞美 从前 爱对我来说 是一种仗义的交换 你敬我一尺 我必还你一仗 在华人会议经历堂 戴姆师 戴师母 对微词 多多的华人的倦爱 时时感动着我的心 我在他们身上 看到了神的慈爱 温柔 一次次感受到了 从神而来的安慰 被饶恕 被接纳 被爱护 被提醒 被精心地 领到神的面前 是华人会不进一堂 唤醒了神 在我心里多年的预备 在这里 神将我的实心 换成肉心 感谢神 带我来到这里 感谢神 赐给我 这个书名的家 谢谢大家